大家都非常喜欢SUV 因为喜欢它的大 喜欢它的空间的灵活性 可是你们有看到过 世界上有比房子还要大的SUV吗 它可以叫SUV吗 我们刚刚还在讲说什么法条 车子要怎么开 靠左靠右要打方向灯 你看有人根本不在乎这个 有钱就是任性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 这就是代表 有人居然做出一部比房子还要大 价格可能比房子还要贵的一部汉马车 你看这部车子是什么 这里这部汉马是大家所收集 Hummer H1 这部车子千万不要以为是模型车 其实这就是你我们国军所使用的 H1的汉马车 这部车子差不多4.6米宽 2.1米 高是差不多3.4米 但是这部车子却是这个阿拉伯 这个阿球这个联合大公国的一个球长 他在这个网络上叫Rambo Shake 其实他是一个球长 他自己打造出一个巨型的汉马出来 超级大 对大三倍 你知道这车长已经长到14公尺 宽6.6公尺 高6公尺 这部车子千万不要以为说 他只是做个模型 像我很喜欢做模型 我觉得这模型应该就花点精神做出来 没有 他是可以动的 你看在新闻画面你可以看到 这部车子居然可以移动 而且这部车子里面是 虽然他还在做 可是据说他要把它打造成 具有这个卧室厨房 或者客厅什么都有 就是一个别墅 对 移动的别墅 我们说有霍尔城堡对不对 这是球长的移动汉马车 这个真是夸张到无度 其实这位球长坐这种巨型汉马 他坐这种巨型车 他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这张照片你看 这张照片这里就有一部 他拿这个美国卖的很好的 RAM的这个 这个他的pick up 他只是装了巨型轮胎 跟他一样的轮胎 把车子垫高起来 可是他显然不满意 他觉得做这种pick up 可能太委屈他了 因此他干脆把他喜爱的汉马 直接给他放大起来 他这部车子很夸张 他就进错 你不要以为 那他打开车门 谁打 没有人可以打开的 怎么打开 他是他底盘底下 他底盘底下有一个这个楼梯 伸下来他走上去 然后前面这玻璃 这前面车窗玻璃 对他来说是观景台 落地观景台 这边招待朋友看风景 对他来说 不用靠左靠右 也不用靠什么 因为他就走在大马路中江 是 这部车子基本上来讲 是他自己 我想就是他自己个人玩具 因为他本身已经收藏很多车子了 对他来说这是梦想达成 当我看到这部汉马 这部放大版的时候 我有个感觉 我觉得 哇 假如他做一部 金米的放大版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你会跑去这个地方来膜拜了 真的 不过放到这么大的gym 你可能就违法了 因为你也不能上路嘛 是 好 谢谢大为哥的分享 看完了这么巨型的汉马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买CUV了 那在CUV 尤其是国产车的这个状况 除了Corona Cross之外 我们的这个国产销售 二哥的CUV 应该就是Nissan的Kix 那Kix近期有没有一些改款的消息 对 其实那个Nissan Kix在18年上市以来 曾经蛮疯狂的 它这个销售 有一度拿到我们国产CUV的销售 冠军的宝座 但后来因为这个Honda的HRV 或者是Toyota的CC 这些竞争对手陆续的推出以后 然后有一些配备部分也比它更丰富 所以它就上市了这个王座的保卫 其实在去年一度 我们都期待这个Kix的小改款 这边所谓的小改款 就是真的都内外观 包含动力 有真正改款 因为去年它主要的一些 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新年式 有什么哈烧版一些特试车 那其实Nissan原厂也说 去年就因为跟大家受到的原因 都差不多 就是缺料缺晶片 疫情的影响 所以整个小改款的计划 其实它能源局都已经送车 资料都已经看到了 但是就是算是留局 一直到最近才正式确认说 在2022年大概在Q2吧 因为我们前几天才刚参加完 他们集团其他的试车活动 有确定这个效果 接下来第二波的活动 就会是这个Kix小改款的一些 试车相关的安排 那这次的改款 其实跟国外已经上市的 这个车型来看 我们看美规的Kix 它的外观其实变得更大 其实就是VMotion 3.0的 这样的风格之外 内装其实维持过去Kix 它简洁的布局的风格 那仪表也多了这个数位化 它是比较特别 在靠偏左侧有这个数位的仪表 的转速表这样的设计 那大家观众比较好奇的是 动力的部分 那去年我们原本一直在说 它应该要导入这个E-Power 增程型的Hybrid油电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原厂因为经过 照目前的消息表示说 原厂应该会考量到 最终还是落在价格 因为E-Power全新的动力上去的话 可能就会面临到车架 可能要拉上去跟 国产SUV的90-100万 这样的一个集聚去拼 可能就会丧失掉它的一些事 所以目前听到的消息 其实它们还是会沿用原本是1.5的 自然进气四缸 那它会改用每个一周 1.6的 其实动力输出差不多 但是精华的重点是在于 油耗数据会比原本的1.5更好 其实原本1.5不错 平均的能源级油耗一公升 有17.3公里 这样的油耗的水准 那未来的话1.6的话 油耗会更好一些 再来就是KIGS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 对手出来以后被打掉了一些层级 主要就是在主案配备的部分 当然它有所谓的 现行有顶规的自行旗舰版 但是就少了 那当时全球都还没有所谓的ACC 这种更车 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 消费者进展街 先问业务员就是这台车 有没有折扣 有没有ADAS 有没有ACC 等等 这是很基本的配备 所以推估这一次的改款 会让NUKIGS的改善有ACC 但是可能它还是没有 像大家想要的所谓的 Level 2 车道维持至中跟全数域的ACC 然后它这次从这个车内的 这个影片也可以看出来 它的中控这个排档座周边 也多了 电子手达车 Auto Hold等等的配备 那比较期待就是它出来 能够有这个基本的ACC上去以后 我觉得就可以跟 除了现行的HRV 其实大家知道 今年HRV也要出新车了 那也遇到跟我们刚刚讲 那个动力的一些考量 可能也没有 他们的EHV的动力 价格的考量等等的因素 那当然我想目前的王座 还是在Toyota的CORNACC身上 因为它有基本上有蛮完整的 准备动安全配备等等 我们就来看看这次KIGS出来以后 能不能够再跟CC来拼出一个 国产CUV的王座 是的 CUV的确在台湾是蛮 受到消费者关注的 这个车谈的关键字 但除了CUV之外呢 你怎么能够漏掉电动车 我们来看看 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里面 消费者对于电动车的看法呢 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性呢 其实你看这个是针对了一个 全世界各个国家 你看大部分的地区 而且每个地区就超过 1000位以上的样本数 男女各半 所调查出来 你选择电动车 最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OK 大部分的国家位居一二名 你看看没有 关心气候变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个是买电动车的人 其实真的是为我们的地球 为我们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全球暖化以及碳排放议题 再尽一份心力 第二位呢 很多是人是降低所谓的燃料花费 降低所谓的燃料花费 那当然呢 其他有什么关心人类健康 或者是比较便宜的维护成本 更好的超价体验等等 政府奖励其实 大概是最不在意的 或是有增加更多内燃机车辆税收的潜力 我觉得这都不是这些国家的 所关注的焦点 对消费者所关注的焦点 但是问题来了 电动车在行驶的途中 在使用的途中 确实它基本上是零排放 不会有任何的污染 所以呢对于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气候变性的影响度 确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开电动车的人 可以怎样 为了这个地球进行分析 但是关于不要忘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不要忘了 我们制造电动车 它所产生的这个耗能耗 跟制造电力所产生的能耗 其实可能大过于 一台燃油车 中期一生使用到报废的一个状况 我们目前经过统计 大概电动车 就是从生产到它结束生命 可能它所制造的一些碳排放 大概跟一部什么 柴油车相当 因为现在越来越大的电池 越来越大的续航力 所以你要耗费的资源 是越多的 一个你要提矿提炼 采矿提炼冶金 然后做成电池 这还不包含未来电池回收 所要耗费的资源跟能源 这一点我觉得是 就是因为为了关心气候变迁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来购入电动车的消费者 更需要去思考一点的重点 还有你在行驶的途中 虽然没有碳排放 但是你的电力来源是什么 譬如说以台湾而言 它大部分七成以上 都还是燃煤天然气烧炭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火力发电 所以它的成本基本上是高的 环境的污染也是高的 它并不像一些北欧一些国家 它是基本上有九成以上 是所谓的绿能 它当然能够 大幅的使用电动车 而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还产天然气 天然气全部都是输出 输出给你们去发电 我们自己国家都是用绿能 来去做发电 所以它的电力的成本 其实相对而言就差距很大 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是因为关心 大家应该要通盘的考量 来去想象这件事情 到底买电动车是不是值得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全球消费者对于电动车 续航里程的一个期待 美国人最在意 希望一台电动车要能够开828公里 符合期待啊 是因为美国真的这么大 所以你看看他们电动车 不管是Kia也好 不管是保时捷也好 不管是Tesla也好 都要怎样来个 跑一个美东到美西 花了多少充电的时间 因为这可能是他们行驶最远的一个距离 那当然美国人对于电动车的期待 就相对的 里程的期待相对的原因就变得来得多 可是其实美国人啊 并没有那么爱买电动车 在这一个统计资料里面 我们其实有发现到 美国人只有5%的人想买电动车 大部分还是在东南亚 以及大陆 中国大陆等等这些地区 他们对于电动车所的憧憬 的期待感 是相对来得更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在亚洲地区 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等等 大概就是在500公里 上下的一个续航里程 其实就足以应付 这个消费者使用 交通工具上面的一个需求 好 最后附带一提 马斯克有讲 对不对 我们要生产25000美元以下的电动车 对不对 前一阵子还有什么 我们要有Cybertruck 是不是 我们要Roster 2第二代的跑车 对不对 最近他在跟股东的财报会议上面 亲口证明 我们没有要生产 25000美元以下的电动车 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大家认为说百万以下的电动车 甚至叫做70万元以下的电动车 特斯拉太棒了 要给我们最清零的电动车 抱歉 没有这回事 没有要生产给大家 我们2022年没有要增产25000美元 70万台币以下的电动车 同时Cybertruck Roster 2第二代 我们也没有要生产 我们没有要开发任何的新车型 也是现有车型继续卖 那还有一点台湾消费者非常期待的Model Y 这好像从去年应该就要 说去年就要开始到台湾来 到现在还没个影 所以不要对特斯拉抱有太多的一个期待 他现在还在关注的是他 其他电子厂的一些生产 因为毕竟美国不是他最大的销售市场 中国大陆 德国 是 欧洲 才是他最大的销售市场 所以他现在把重心都放在那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